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探秘,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人类作为三维世界的生物一直受制于三维世界的环境 可是科学家却一直在探索宇宙有没有存在更高维度的时空 在90年代,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了宇宙由11维度的空间组成的模型 但目前人类只能感知到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 另外的七维度受限于人脑结构,人类是感知不出来的 虽然人类还无法感知更高维度的空间 但科学家认为宇宙高维度空间是存在的 否则无法解释宇宙的很多结构和现象 在90年,科学家提出了一种M理论 这个理论被学界称为物理的终极理论 其结合了五种超弦理论和十一维空间的超引力理论 是一次全新的理论革命 而著名科学家霍金哲学著作《大设计》中也指出 M理论可能是解释宇宙本源的终极理论 并可能是爱因斯坦穷极一生所追寻的同一场理论的最终答案 虽然人类还无法感知更高维度的空间 但是科学家一直用大型对撞机在研究高维度的空间 有研究者认为高维度的空间正折叠在微小的粒子之中 那或许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世界 在科幻小说《三体》一书中曾经提到 用质子展开来不同的高维度来制作超级计算机 而质子隐藏的内部或可能存在神秘的未知智慧生命 宇宙的终极是什么 意识的真相在哪里 发现更多科学猜想 探索更多未知奥秘 请关注最有感觉 每期和你探秘未知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